前夫在巴士上做了不雅的行為 後來就有警察上門 很愕然, 為何和我睡在一起 那個人原來是一個這樣的人 A小姐前夫, L先生 除了在巴士上做出不雅行為 還經常性騷擾身邊女性朋友 包括當時還是太太的朋友 今年五月左右 她說可以免費帶我進一間餐廳玩 給我一杯酒喝 喝完美酒後 我已經開始感覺到不舒服 然後我就跟她說我先走了 然後她就跟女朋友說送我走 然後就開始磨心磨勢 然後到這個位置的時候 我已經斷了片 到我清醒時 已經看到自己脫了一半條褲 我看到畫面之後 我已經反應不到 然後就馬上穿了一副跑袖 沒有報警 因為她之後還押了梳下鎖 所以這件事就不太了知了 事件發生後 她們之間沒有尷尬 也沒有反目承受 反而還互相扶持 對她不公平 因為始終在女兒角度 覺得她又在討厭邊 自己已經辛苦的時候的老公 還要在外面做一些事 還要變本加厲 又不懂又死不悔改 我覺得好像是我嫁不好這個男人 所以她才這樣對其他女人有責任 所以我也很對不起她 A小姐面對丈夫所傷害的女性 一方面覺得內疚 另一方面又要感謝 想多謝跟我說回這些事的所有女性 因為也不僅僅只有她一個 讓我知道這個人是怎樣的人 令我遠離這個人 L先生已經受到法律制裁 以為一切終於結束 但影響A小姐下半身命運的這件事 現在才正式開始 我知道她有這宗案件的時候 我想要回兒子 聯絡她家人 我想見兒子 還有想拿回兒子 她家人是不看訊息 還有封鎖了我 然後我直接去她家門口 她也不肯開門 我就讓她無奈,我要報警 然後到警察上門 她也是不開門的 然後警察也沒有辦法 就跟我說要我找律師 但是打公司很貴 我自己也沒有這個能力 就找法門 但是由於我還未夠18歲 她要我等到18歲才可以幫我 A小姐的兒子 從半歲開始交由L先生兒長照顧 每天下班後 兩小小子就會一起去兒長家裡 探望兒子 一直相安無事,直到這一天 我提出離婚的時候 她也是不願意 又找她家人去說 如果你跟我離婚 你一定不會見到小朋友 她試過拿把刀對著我 然後她自己打狗狗狗 說要殺了老婆 到這一段錄音我都還在 警察就叫她負責 喂,麻煩你 我想殺了自己的老婆 是 喂?什麼事? 喂?我想殺了自己的老婆 是不是跟太太有親自? 是呀 你去哪個地址? 我們有人上來幫你吧 一心想逃脫恐怖情人 希望從過正常生活 誰知道換來的 就是從此跟兒子分隔一方 由我跟前夫分開到現在 已經差不多八個月 我還沒見過小朋友 很想念小朋友 我也不明白 是否因為分開,所以不讓我見 我覺得她家人很無賴 連照片、近況 她家人都沒有告訴我 我問她不會腹肌,封鎖了我 為了見兒子一面 A小姐用盡千方百計 可惜對方態度十分強硬 電台,我們現在跟所謂的護主 在這裡聊天 她打電話,三條狗 在這裡跟你聊 現在我們叫她開門… 我尋求過一些社工 但是社工就說 這些不是我管轄的範圍 可能你也要找律師 還有報警也說 她不開門也沒辦法 你也一定要透過法律的途徑去幫忙 為何對方不讓A小姐 見自己親生骨肉呢 這一天我們就嘗試打電話了解事件 我是否可以不需要回答這個條件 第一,第二 我也不可能陸續有一個不懂的電話 可以回答那個人 如果是的話就麻煩叫她自己 找回她那個感法官去不回馬鈴 其實我們是東章勢亡的 我們現在就… 因為她來報東章就說 你拿了她的B就不肯給她 不要緊要,你就上去東章去分 是,因為現在… 我們會從法律程去做的了 都是上了法庭的了 已經整個機子上了法庭了 你們自己去找吧,好嗎 是,那我會不會… 既然沒有轉彎的餘地 A小姐這一天決定上門 去到兒子站居的地方 即是El先生兒章的家 希望可以跟兒子會面 不是… 我們需要有個社工在這裡 有什麼社工的兒子 因為她曾經去把她的女兒抱走了 社工要找人去才能安排到 因為她的女兒是給了寄養家庭 之前的寄養家庭 寄養家庭… 她把社工給了她之後 社工給了她… 寄養家庭帶了出去 帶了出去一天 因為她情緒上有問題 情緒的問題 我以嬰兒的利益行先 嬰兒如果有什麼意外 更加要賣報紙 是嗎?你們… 你們回應… 好,你們可以… 你回應一下她的獎人 不是…你們東張西門可以 安排一個安全的電影給她見 因為嬰兒的私隱 我不可以讓你們錄影 錄影… 你不錄影的話,是可以見的 明白嗎? 和你進來 我們答應停止錄影 兒獎也同意A小姐 在主持陪同下和兒子會面 狗別重逢,A小姐眼泛淚光 認人吧 我看到兒子是很開心的 但是… 因為我已經有差不多八個月的時間 都沒有讓我見過 小朋友已經不認得我了 就是… 明明已經是這麼近可以見到 但是… 都不可以自己照顧回… 就… 很傷心 真的很傷心 我腦子都很空白了 我都不知道… 我應該怎樣才能令到小朋友 記得回我 明明… 我才是… 那個小朋友的監獄人、的媽媽 但是… 被他們… 顛覆了整件事 好像是我的問題才會弄到這樣 但是… 他家人完全不知道 在這裡,他的兒子,他的兒子 是做這種事 所以才會導致這段關係那麼破碎 為什麼L先生兒長這麼決絕? 記不記得L先生兒長 剛才口中所說的是女,不是兒子 這個不是一事口誤 而是關乎A小姐 一段不為人知的過去 2019年,拾小姐的時候 生了一個小朋友,是女孩子 那時候就因為認識了一個男生 他帶了我去酒吧喝酒 我喝醉了的時候 他就跟我發生了關係 事後就發現了有了寶寶 我不想傷害了一個小朋友 所以才生了他出來 那時候我又要讀書 所以把小朋友交給政府照顧 17歲,年紀輕輕,已經有一兒一女? 一個未成年的媽媽,怎能有能力去照顧? 但是A小姐說她會用行動 證明自己認真做好媽媽這個角色 我基本上每個星期都會帶她出去玩 她的主題樂園、遊樂設施 還有帶她去一些很特別的地方吃東西 買東西給她 她要什麼,其實我正常都會買給她 石柱跟我說 我十八歲那時候就開始女兒回家 跟我生活了 你說有心而已,但是經濟能力呢? 要照顧兩個子女,支出非常龐大 試問一個十七歲的少女怎樣做得到? 我不可以說我有很多能力 但是我都會盡力給她最好的東西 上班賺錢 照顧她長大,供她讀書 可否負擔得起呢? 我是可以負擔得起的 因為我過往的工作 我都可以找到六萬元一個月 做網購的時候 我現在都可以一邊做網購 一邊做實體工 我應該會找得比以前較多 我預計一個月 兩個小孩開支會是六萬元左右 最少六萬元左右 包括書保費、食物、衣服、鞋襪、玩具 這個是沒有包我的 我自己可以省錢也行 巴士事件後 L先生最終被判監四個月 A小姐希望今後兩個人的關係 畫上句號,不拖不險 自作自首 這些沒有怪誰 他做了就預料要有責任去承擔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責任要承擔 他做了就不要害怕 一定要承擔 他要害怕就不要做 但這個人是不會害怕的 他不會改的 我都沒有眼看